第1044集 25日 新安王萧昭文及皇帝位 其实他年纪才15岁 任命西昌侯萧鸾为票级大将军 陆尚书氏扬州四时 宣城郡公 大赦天下 该年号为延兴 金筹29日 北魏肖文帝到达朔州 8月初二 南齐任命司空王静泽为太位 樊阳王萧枪为司徒 车齐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 上书左仆叶王燕为上书令 北魏肖文帝到达殷山 南齐又任命使安王萧瑶光为南郡太守 但萧瑶光没有去就任 萧瑶光是萧鸾哥哥的儿子 萧鸾有了费力的意图 萧瑶光十分赞同帮助他 凡是有关重大的诛杀或者赏拔事情 萧瑶光都参与了预谋 初六又任命中郎书萧瑶心为远州刺史 萧瑶心是萧瑶光的弟弟 萧鸾想树立亲信 广揽同党 所以重用他 十一日北魏肖文帝来到怀硕镇 十七日又到了府仪镇 二十二日到达柔玄镇 二十三日南下返回 新卫二十九日到了平成 九月初一 北魏肖文帝下诏令说 北三年考评一次官员们的政绩 考评三次后 根据情况对他们进行罢免或者提升 这对于那些应该被罢免的人来说 当然不会认为是太迟了 但是对于那些应该提升的人来说 就大大的被拖欠了 朕现在决定三年考评一次 考评完毕就实行罢默或者提升处理 目的是为了使那些低能者 不要妨碍忠贤者的上进 是有才能的 不要总是处于低位 分别命令负责考评的部门官员 把考评者分为优劣三等 其中上等和下等仍然在分为三等 六批以下的官员由上书复合审查 五批以上的官员 朕将亲自与各位公卿一起评一起好坏 上上者提升使用 下下者罢免不用 中等的圆认不便 北魏肖文帝北巡期间 留下仁臣王拓跋成考评百官 朝中从公侯以下有官职的以万计数 拓跋成评定他的优劣和才能高低 化为三个等级 结果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十一日 北魏肖文帝亲临朝堂 宣布对众臣百官们的废处和提升情况 他对诸位上书们说 上书是关键性的要害之位 并非仅仅是总管事务 并非仅仅是总管事务 处理一下文书而已 朕的成败得失 完全关系于上书 你们担任着职务已经有两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向朕建议过什么是可为 什么是不可为 没有推荐过一个贤财 撤换过一个不称职的人 这是罪过中之最大者 教文帝又对陆尚书室广陵王拓跋宇说 你是真的弟弟 处在执掌要害部门的位置上 但是你没有勤勉为政 恪守本职的声誉 却有结党营私的行计 现在免去你的陆尚书廷尉位之职 只担任特径太子太保 又对尚书令陆瑞说 拓跋宇出到尚书省任职之时 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高 可是近来偏听偏信 论事不公 而且松懈懒惰 这完全是由于你不能以道义引导相劝他的结果 你虽然没有大的责任 但是也应该受到小小的惩处 因此减去你一年的俸禄 又对左仆叶拓跋赞说 拓跋宇被废除 你应处于死刑 但是事情既然归咎于拓跋宇一个人 又不再处分他人了 所以只解除你少师之职 消去一年的俸禄 接着又对左成 公孙良 右成 起伏义寿说 你们的罪过 也应该处于死刑 但是只对你们进行如下处罚 消去你们的官服和俸禄 以不一身份继续留任本职 如果在三年之内有政绩 就官服原职 如果没有任何成就 就永远虚职为民 回去种地去 又接着对上书 任成王拓跋成说 叔叔你趾高气扬 骄傲自大 所以解除少保官职 还对掌监尚书于果说 你不勤于职任之事 数次以疾病为借口 所以一解除掌监 削去一年的俸禄 其余如守尚书 魏语 卢渊等人 均已不称职 或者被解除职务 或者被罢处官位 或者被削去俸禄 教文帝当面指责了他们的过世 所以处罚立即执行 卢渊是卢厂的哥哥 教文帝又对陆瑞说 北方人常说 北方风俗普质粗犷 怎么会变得知书实理 文指彬彬呢 朕听了之后 感觉异常失望 现在好读书 有学识的人很多 难道他们都是圣人吗 完全在于好学与不好学 朕整顿百官大兴礼乐 全部心意在于一风一俗 朕身为天子 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居住呢 这不是为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 渐渐袭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 能多闻多见 增加见识 如果永远住在恒山以北 再遇上一个不喜欢诗书礼乐的国君的话 那就会难免变得孤陋寡闻了 陆锐回答说 确实如圣上所说 今日如果不到汉朝去做官 怎么能够知名于世呢 孝文帝听了陆锐的话 心中十分喜悦 南齐婆阳王萧腔 最初并不知道 萧鸾又废掉御林王的阴谋 后来御林王被废 宣承王萧鸾的权势日益增大 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心中有寄予皇帝之位 但是萧鸾每次去拜见他的时候 萧鸾常常匆忙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好 就到车子后面去迎接 没说到国家大事 萧鸾无不声泪气下 表现得非常忠贞 因此萧鸾还是很信任他的 朝中各方都倾向于萧鸾 劝他入宫发兵取代萧鸾辅佐朝政 至局见谢灿游水萧腔和随王萧子龙 对二人说 二位王爷只需乘着油壁车进入宫中 把皇帝带出来 骑驰到朝堂之上 左右辅佐发号施令 我和其他人关闭城门 带士兵前来声援 谁敢不听令呢 只怕东府里的人会乖乖地把萧鸾绑复过来 萧子龙想认真计谋一番 但是萧鸾却因朝中兵力 全控制在萧鸾手中 且考虑到事情不一定能成功 心中犹豫万分 马队头目刘去是武帝时的旧人 他来见萧鸾 要求和萧鸾单独说话 跪下磕头 力劝萧鸾采取行动 萧鸾命令准备车马将要进攻 但是又回到内室 与母亲陆太妃告别 结果天黑了还没有出发 萧鸾身边的点签知道了这一计划 就向萧鸾告发了他 刹萧鸾派遣两千士兵围住萧鸾的住处 把他杀了 接着又杀了萧子龙 谢灿等人 在当时 武帝的儿子中 属萧子龙强壮高大 且颇有才能 因此 萧鸾尤其嫉恨他 江州刺史 靳安王萧子茂 闻知 鄱阳王萧腔和隋王萧子龙 已经被萧鸾杀死 准备起兵讨伐 他对房 吴郡仁陆朝之说 事情如果能成功 则朝廷获得安宁 如果失败了 我们虽死幽容 房 丹阳人董僧会说 江州虽然地狱狭小 但是宋孝武帝 就从这里起兵 讨伐杀死宋文帝 而自立的刘少 现在 如果我们发兵进朝 讨伐萧鸾杀害 玉林王之罪 谁能够抵抗呢 萧子茂的母亲 阮氏 住在建康 萧子茂派人秘密传书 把他接来 阮氏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同母哥哥 于瑶芝 与他计谋 谁知 于瑶芝立即派快马 报告了宣承公萧鸾 出次 受萧鸾黄月 内外戒严 派遣中护军王璇淼 讨伐萧子茂 又令派遣军主裴书业 与于瑶芽芝 先去袭击巡洋 声称是营辅司马 萧子茂知道情况之后 派遣三百人守卫盆程 裴书业夙江而上 到了夜间 又回过头来 奔袭盆程 城局参军勒奔 打开城门 迎接裴书业 进入城中 萧子茂知此情况之后 率领州府的兵力 拒城自首 萧子茂的部区 大多是雍州人 都自告奋勇 跃跃欲试 裴书业害怕了 派遣于瑶芝 去说服萧子茂 于瑶芝对萧子茂说 你现在如果主动放弃 回到京城去 一定不会有什么 担心之处 正好可以做一个 闲散之官 仍然不失荣华富贵呀 萧子茂 既然不出兵 攻打裴书业 那么部下的情绪 就渐渐地 有几分沮丧低落 中兵参军于林芝 是于瑶芝的哥哥 他劝说萧子茂 以重金贿赂赔书业 可以免除载祸 萧子茂派于林芝前去 但是于林芝 却又劝说 赔书业捉拿萧子茂 赔书业派君主 徐玄庆 带领四百军士 随于林芝 进入江州城 萧子茂手下的官员们 纷纷奔散逃命 于林芝领着两百人 手持刀剑 进入萧子茂的住处 萧子茂见此情形 大骂于林芝说 无耻小人 怎么能人心 干出这样的事情 于林芝用衣袖 遮住自己的脸 让人杀死了萧子茂 王玄鸟抓住了董僧慧 将要杀他 董僧慧说 金安王萧子茂 举义兵讨逆贼 本人确实参与了策谋 现在能为主人而死 死而无怨 但是希望能在 金安王的大脸之礼 举行完毕之后 我便就身顶货 以求一死 王玄鸟觉得 董僧慧非常有意气 就把情况告诉了萧鸾 结果董僧慧 免于处死 被发配到东智 做苦工 萧子茂的儿子萧昭吉 当时年龄才九岁 他以两寸剑方的丝织 写成一封书信 打听董僧慧的情况 并送去五百钱 用这些钱 行贿管制人员 信才被转交董僧慧 董僧慧看到卷书之后 一眼就认出来了 说道 这是小豹子写的呀 于是悲痛万分 弃绝而死 于林芝劝说陆超之逃跑 陆超之却不为所动 并且对他说 人迟早都有一死 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我如果逃亡了 不但已经死去的 晋安王家的家眷 孤单而无人照亮 而且恐怕还要遭 田横门客们的嘲笑 王玄苗等人想把陆超之 押送到京都 陆超之端坐不动 等待他们来补他 陆超之的门生以为 杀了陆超之 一定能得到重赏 就偷偷地从背后把陆超之杀了 但是他的头虽然落地了 身子却不倒下去 王玄苗以丰厚的物品 装脸了陆超之 为他殡葬 那个门上也来帮助举官入葬 棺材突然坠下 压住了门生的脑袋 遮静而死 这位门的记者是 显然之一 明显不abi 本来就像其他人 影响了 这期反应